中风手指不能伸直怎么康复训练 张备 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 中风后有些会出现手指伸不直 或者说是整个僵硬关节卵缩等情况 这个主要是因为早期的康复没有做到位 或者说早期没有一个正确的全方位的一个康复的介入导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积极的正确的给它一个指关节的一个被动活动 比如说在每个方向上三到五次 每次持续10到15秒反复的这种被动的运动 而且要是均匀的 柔和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脚型器 比如说一些压直板牙 支具等等 然后恢复它指关节的正常功能和形态 专家提示 一 早期没有正确全方位的康复治疗 或者早期康复治疗不到位所导致 二 中风患者术后的康复要及时 三 借助脚型器如压直板等支具 来恢复指关节功能和形态 四 注意预防手指关节蓝缩 三 借助脚对 Man關节 三ло 判断日